觀眾朋友緊接來到我們第十一集的觀眾投稿線上轉播 第十一集那第三場是單人1400 韓韭菜 韭菜這個ID 我現在後來經過前幾天的那一集 我現在知道他是誰的啦 他也是我頻道會員啊 結果我自己忘記我頻道會員 因為你們ID一直亂改然後又改一些 想幫我引戰的這個ID 但是基於這個是你們的自由 所以我也不能 我也不能管你們啊 啊你們要把 我整個DC群的 玩家全部都改成王克宇也是可以的 反正 我覺得大家開心就好 好吧 但是 不要一些政治意味濃厚 然後或是 不雅ID出現在這個投稿 這樣我沒有辦法做 但是還是提醒大家 還是提醒一下大家 好 好 那這一把是 波蘭 新文明 打 不列顛 喔這邊 波蘭打 這兩個文明很極端欸 一個是 手很長的 一個是手很長的 攻 攻兵部隊 然後一個是 超級馬爆 銀貫馬爆 波蘭 我覺得這一場 這也是為什麼我想要選這一場 我想看 到底是 進攻方的這個攻勢 很猛烈猛烈到不列顛會被打穿 還是不列顛的這個防守工兵加這個戳戳 有辦法守住 波蘭 喔我就很想要看這一把 喔很想看 喔所以 我們就直接來看 那 那 不列顛 黑暗時代打 接封劍基本上 起手也蠻常看到是民兵起手的 那波蘭這裡也不用輸了 黑暗快攻是非常常見 因為你挖石頭送黃金 然後可以打一個裝甲塔 喔波蘭這裡 所以這一把會有裝甲塔出來嗎 嗯 我們就繼續看下去 繼續看下去 我要跟大家講一下 你們大家改id是可以的 你們改id是可以的 但是如果你們投稿上面有不雅id 或是有政治意味的話 我以後就不能做了 我先跟大家講一下 不是我不做 是是是 呃對 原因都已經講了 原因都講 好 你快轉一下 二倍速 不然這裡的 配置是三人防目 然後這裡 打到一千四應該就沒啥問題了吧 好這邊 肉麻對手 裝TC 阿滴 哇這對手他的那個 挺樂觀 還不錯 沒有投降 沒有投降 我之前 之前 打到一場 對手 肉麻 就撞TC 之後他就投降 喔不是狗啦 是貓啦 貓啦 很大一隻很肥 像狗 對不對 喔我知道 最近吃多了 看來有人要來直播啦 要篡位我這個主播位置 那你們聽得懂貓語嗎 你們聽得懂我就帶他過來 好啦不說了啦 真的來了啦 123 566隻 六村 六村 沒有均營耶 哇靠 呃 那個 波蘭的村民會自動回血喔 波蘭的村民會自動回血喔 再提醒一下 均營是開在人家門口啊 韭菜 Frank 怎麼那麼兇 你好兇耶 你不講武德耶 你這主精的石頭在這邊耶 喂 不要啊 這邊不能快轉了 配置沒講 沒關係 這一場 煮菜來了 封建就開插 啊現在兩塊石頭在這裡 現在不列列怎麼辦 石頭在這 呃但是家裡後面沒有圍 呃要開花了 這邊 哇村民直接上來 哇 這邊是一個超級all in play 家裡沒有防守 沒有小微 沒有小微 木材四人伐木 哇 對手撞TC 裝甲 123123 完蛋了 沒有肉馬也沒有這個三隻裝甲 到底要怎麼搞啊 喔很崩潰喔 來現在對手的視角來看 感覺 沒有兵了 剩這個小宮 然後這邊 被控住 這邊被控住 這邊村民要上來直接A嗎 這村民啊 哇哇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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哇 一言不合 一言不合 I got 一村 啊這個節奏是突然想要的啊 村民他這個突然會回血了 哇哇哇哇哇哇哇 修修修 錘錘錘錘 修 色色色 哇這裡已經Shot幾村了 啊女村民 哇殘血的還拉走 韭菜你不要這樣啊 好猛欸 哇哇哇哇 哇 鞭尸了 刷刷刷刷刷刷锅 對手已經死幾隻了 四川了 這波上來還是緊兇猛的 我用上帝視角看都覺得 怎麼會打這麼殘暴 這裡毫無疑問 韭菜已經抓狂了 他眼中只有箭塔 他連民兵都沒升 他這個軍營乾脆不要蓋算了 也沒有升兵啊 你們覺得這軍營需要嗎 對韭菜現在這個打法 有需要嗎 好像好像不是很需要欸 我感覺不是很需要欸 那軍營好像沒什麼存在感 我剛才說什麼 軍營怎麼開到人家門口 哇好猛啊 結果他們假裝軍營啊 他現在對手上來 我覺得 呃 如果是這樣一直這樣打下去 當然這裡波蘭的結束會好一點喔 如果家裡後面沒有被打的話 現在看對手要不要趕快 找這個 有花王金要趕快升小弓 然後來打這個波蘭了 就是 就是 呃 這邊還有黃金嗎 呃還有石頭嗎 可以下一個塔嗎 假設萬一真的要吃進來的話 你這邊可能還要下一個塔 然後殺到小維 好不要讓他插進來 然後 以這個韭菜的這個 Frank這裡的打法 可能會來插這高地 那再說 那你這邊有個小弓做防守的話 基本上 只有村民的韭菜 這邊沒有辦法來插進來 因為普列店已經有小弓了 我大概是這樣 看起來很 看起來這個很兇 可是其實是可以化解 普列店這裡只要穩穩的一隻劍塔 穩著 這邊出小弓 穩著 假設這邊韭菜插不進來了 這邊插不進來了 這邊插不進來了 他會來這裡插 當他往這裡插的時候 你有小弓做防守 他只有村民嘛 他會被你亂射 那村民就會死 韭菜就 會變逆風 我現在也插劍塔 這個很漂亮嘛 然後有這個 有個防守做防守 這邊沒問題了 普列店這邊沒問題了 然後這邊開市集 那當然最重要是這邊不能失手 這裡不能失手 所以 我建議還是要趕快找到石頭 或是像現在開市集 買石頭也是沒問題的 這邊還是很不錯 黃色這邊的防守還是很不錯 雖然前面已經死了一隻肉馬 加三隻裝甲 但是看起來是沒有要放棄 然後這邊直接吃他的鹿 然後你這邊要直接開這個墨房嗎 看起來是會開墨房 不然這個 這個食物行不能收 喔大莊 喔不是墨房喔 對阿大莊園阿 韭菜乾脆直接在這裡種田算了 反正這裡好多箭台 可以欸 好兇阿 但是其實說真的 現在普列店要來了 怎麼辦 家裡沒箭塔 現在韭菜家裡沒有大人 沒有箭塔 有九隻村民 十隻 十隻 很害怕 這裡有一集射嗎 呃沒有 那很可惜 如果有的話 進來就是 one shot一村 two shot兩村 叮咚叮咚的shot 然後這邊只有四小弓 量還不夠 量還不夠 但是這一波進來 欸 要逛去哪裡 喔 沒看到嗎 應該是知道墨區的喔 欸欸欸這裡 烏烈店 一個命運交叉 啊趕快趕快趕快 韭菜這裡已經等你 他想要被射阿 他沒有防守阿 喔來了 會死人嗎 這個就是沒有一集射 這個就是沒有一集射的缺點喔 如果有一集射 這裡至少還會死一村 那你現在已經打草金蛇了 韭菜 我們觀眾 已經知道了 小公來了 閃人了 當然會抓到這四村嗎 五村 會抓到嗎 很會 欸對耶 我今天為什麼臉這麼紅阿 我臉為什麼那麼紅 我講的很低動嗎 好 這邊已經下劍塔了 好可惜欸 不列店這裡 不列店這裡 好可惜欸 他打草金蛇了 你知道嗎 可 波襲 異位已經到了 可是 第一波 上來只有四隻小公 現在韭菜 已經知道你有小公過來了 所以他已經有防守了 結果只有 沒有殺到春 不是只有 是沒有殺到春 哇 那這樣子對韭菜來說很爽 韭菜這裡已經點城堡 等一下會這裡直接插嗎 哇 好精采欸這場 非常 好猛 這邊會灑田嗎 先別灑吧 先挖石頭 然後這邊直接蓋堡 這邊等一下蓋堡 會爺爺堡嗎 你不會吧 對手是沒有石頭的情況下 也不會插劍塔跟你 上來了 會有反應嗎 呃 哇 哇 對手突然上來了 想要抓一波 韭菜沒有這個注意的情況下 要上來 好但是擊退了 哇這一波還是很關鍵喔 這一波很關鍵 趕快小微 14 14 12 這邊趕快突一突 插寶了 來了 來來來來來 我很期待 哇 不講武德啊 這邊還上個quickhouse 現在 補列天他 根本就不敢上來了 這邊還有劍塔 好穩欸 雖然前面有破綻 但是 打得好兇猛 打得好兇猛 我只能說Frank這裡打好兇猛 那現在 補列天這裡也沒關係 其實這邊會插寶 也沒有說結束生命啦 就往後搬而已 等一下趕快來這裡開DC 然後看 這邊是打馬救 打馬救也是可以啦 所以如果假設拿馬 別連馬進來了 然後黏到這個劍塔 其實 韭菜還是有可能變逆風 韭菜這裡還是有可能變逆風 然後他已經 潛逃到這邊了 村民來這裡了 假裝我斷線家裡已經閒置TC這樣 然後在這邊 怎麼那麼可愛 這個打法很可愛 就是 看得出來他的那個心思是這樣子 這樣子的 哇 以為我家裡很薄弱啊 我吃超級all in play了 all in到我都沒有在生村民啊 結果等一下搞不好騎士過來看到 欸村民好像真的還有機會欸 村民很少 欸沒有在這 好現在南瓜頭騎士要去哪裡 去哪裡 然後這邊有戰錘兵喔 這邊沒有被發現嗎 這邊有一個人假裝是自己的人 在這邊斷錘 沒有發現嗎 他已經都掉兩隻村民了 三隻了 開無雙了 四隻 一個戰錘換四隻村民 這已經是跳樓大拍賣啦 爽爽到不行啊這個 這一波戰錘兵爽到不行 爽到不行了 爽到不行了 爽爽爽如果再發生這樣的事物 就很難再翻盤 然後現在家裡這裡又開2TC 然後這邊有一個海外TC 噢 那現在韭菜可能要稍微先 韭菜點了這個房嗎還是 我剛有看到他點房嗎 馬舊欸 好現在對手來了 現在對手來了 這個T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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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來得及嗎 其實 有Quickhouse 但是 腳弓在這 噢自己先退了 哇那現在這是我剛才講的 韭菜這裡雖然插得很舒服 可是對手來Counter的時候 韭菜其實挺麻煩的 就 經濟 會被亂到很多 嗯 那韭菜在這邊發展其實 還蠻賺的喔 沒有被發現 如果對手只知道 誒 我們的藍色觀眾發 只有這樣子的經濟的話 可能還會 哇 確實是有機會 很有機會 這邊戰隨兵一隻一隻來 但是已經剛剛一波一打四了齁 再來就被抓到 這邊就比較可惜 我建議這邊 韭菜不要再一隻一隻上去 噢這邊點一罐 我建議這邊不要再一隻一隻上去 因為你通常步兵 出來會玩的 或是比較會守 他一直挖很多黃金 代表他會出這個遺跡 那你步兵 基本上如果對手有守術 看到你這個步兵 過來慢慢的 他會直接一隻一隻把你招走 那你在這個極限 all in play的情況下 你的戰錘兵 很猛的戰錘兵 變成對手很猛的戰錘兵 來打你的時候 往往都是那個逆轉的關鍵之一 我只能這樣講 所以我覺得這邊先不要再出戰鬼兵 趕快農經濟 然後打馬 幫我銀罐也點 來趕快 那這邊怎麼辦 現在對手這個 要來哪裡 對手沒有石頭 他是要幹嘛 插 插什麼 劍塔嗎 這邊他走出來了 他要吃你的黃金嗎 你吃他 他吃你 呃 我是不應該講這種話 是有畫面 可是感覺他要來吃你的 你吃他的 然後又共存下去 在這張地圖 這到底是什麼局啊 很不錯 哇 對手大膽過來吃你石頭 吃你黃金 阿你有看到嗎 你不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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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吃 好猛欸 阿抓到了 抓包 這邊被抓包 那怎麼辦 那怎麼辦 這邊沒有什麼劍塔防守 也沒有什麼東西 馬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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打這裡 可是有勝率 哇怎麼辦 韭菜怎麼辦 糟糕了韭菜 快 那我覺得先不要來打這了 有勝率的話 那個機動性是很慢的 那先比打 比打這 先解家裡吧 先解這個 阿這個是 完全不知道嘛 就算了 哇這一波好溜啊 對手 大膽 互吃 想吃我金 我也吃你金 是這樣嗎 好猛欸 好猛欸 這個要有勇氣欸 人家家裡在旁邊 好猛 好猛 這個好猛 這要有勇氣喔 這真的要有勇氣 你怎麼知道藍色 不知道你在這 對不對 回家一打開門 就看到你了 好那這邊有 至少一級防喔 不至於說直接被射會射死 然後點二把 然後這邊有螢光馬爆 那現在趕快 不然要想辦法把節奏打回來 就是 逼對手打馬爆 那如果是打馬爆的情況下 當然突然比較強喔 但是現在在這裡 現在在這邊 不好守 又搬家了 然後裡面有樹村 誰來救 誰來救 好像救不了是不是 救得了嗎 雖然好像拆不了這個TC 可是這邊假設啦 放幾隻弩兵 那都不用做事了 不用做事了 哇這一把好精彩啊 這裡 TC爆嗎 喔當然不是TC爆 但是這個是什麼東西 38分鐘 37分鐘 在這邊互開TC 這到底是什麼局 這到底是什麼局 然後這邊會有一個爺爺TC嗎 喔會 會 哇 它不只搶你的石頭 還搶你的黃金 它什麼都要 它比你還會吃 你吃它一點點 它全吃了 它全吃了 哇靠 對手已經反打咬上來了 咬上來了 現在閒置 現在對韭菜來說 是一個危機喔 因為它閒置 你現在的村民其實都在亂跑 我要看一下等一下 為什麼不列電會輸 還是這場是戰敗的投稿呢 現在 對手的家裡 生女跑去哪裡啊 欸 生女不見了 對手生女不見了 現在互相亂打了 你打我 我打你 家裡都不要 哇 啊等一下會不會 他這邊挖挖 直接插城堡在這裡 跟你一樣啊 就是 你怎麼插他的 他今天怎麼插你 好有意思耶 這一場 好有意思耶 然後這邊已經拔掉了嘛 沒加了嘛 沒加了嘛 然後這TC也沒有村民嘛 爆炸了 剩剩這邊 這邊有幾村 這邊有四 四村 然後三十六對 六十一 好啦那這樣子 現在局勢對韭菜來說 其實很不妙的喔 非常不妙 非常不妙 現在 要繼續all in play嗎 還是怎麼樣 我覺得現在沒有辦法 生村民了 也要生村 可是要趕快 這個馬不能停 現在我覺得韭菜 馬不能停 呃 銀罐點了 就 all in了 all in了 沒辦法 因為你自己把自己玩成這樣 就是你用這種all in方式去打 所以你只能 想辦法極端的 馬比他多 蓋掉不列顛 直接把他洗掉 把他打回來 不然 你現在要跟他穩穩農 我覺得不是很樂觀 因為他等一下又可以臉上寶了 好啦那現在怎麼辦啊 而且對手的馬其實還蠻多 但怎麼辦 我們看一下韭菜這邊會怎麼樣回擊 現在對手家裡的公司也 也穩住了 喔 今天家裡的公司也穩住了 別夜店現在很穩了 現在對於韭菜 韭菜先來壓寶 你們有仇是不是 你們有仇嗎 已經互吃幾波 在互吃幾波 你要吃幾波 這不夠嗎 互開TC就算了 現在又互開城堡 然後金又亂亂吃 你吃他他吃你 好猛啊這場 91 96 沒有 哦 蓋起來了 現在要比什麼爆炸桶爆炸桶 哇哇哇 啊這邊 有差有爆炸桶嗎 沒有 咻咻咻咻 咻咻咻 淫冠 哎 製作 這一場 精彩程度有點想要剪輯耶 怎麼辦 可是我好像有一些 開車的行為舉止 這可以的嗎 我我標題打一個18鏡好了 我標題打著18鏡 因為他們這一局一直 一直七十減一戰術啊 不吃啊 很很很特別啊 很特別啊 自己的金跟石頭都不是自己在吃 都是對手在吃 我覺得很特別 阿BREADY 這裡已經開啟了 3TC 阿BREADY 開TC 有優勢 可以 然後後面村民很可憐 直接死光光 然後這邊要互炸一波嗎 這邊 呃... 該不會韭菜 你想要點地王吧 你會想要點地王嗎 真的嗎 看起來怎麼好像 不要吧 對啊 先衝車吧 先解放這邊吧 你看 已經忙到已經受不了了 他這個寶會掉 這個寶掉了 欸 在幹嘛 烏烈烈 烏烈烈 哇 這個已經 超級噼哩吼哩 歐烈烈烈 已經連你阿嬤 阿公 你全部都出來了 全部都出來砍了 啊 這個這個不列天直接往後 然後來挖石頭就好了 哇 你看這樣子的輸出 單點攻擊都要來幫忙了 你就可以知道這一場戰局是多麼的焦灼 現在 好 這裡韭菜沒有要生地王 沒錯 過來銀罐馬爆 趕快 用馬來帶節奏了 因為你這裡銀罐是你唯一逆轉的方式 等一下等他轉出戳戳就不用玩了 就結束了 GG 斯密達 好 趕快進來亂殺 但是他這個城堡又很到位 但是沒有辦法手上這個TC 但是這個TC只有兩隻村民 看起來還好 這邊也沒有村 站著被射爛掉 哇 這邊村民打騎士 36對55村 然後這邊衝射在頂 這邊城堡大戰看起來是韭菜會贏 然後這邊要搬家 這邊等下這個城堡放掉之後 又會解放 又會解放 然後這裡 騎士又一直上來亂砍 現在看起來 確實韭菜用這個銀罐馬爆 慢慢把優勢打回來 但是村民宿只剩26村 遊戲時間接近50分鐘 但是我們的觀眾投稿會員 喔 我不知道了 他實際只有26村 你敢信 他在玩什麼局 我不知道 好猛 好猛 哇 這個到底是什麼東西 我這一波交戰之後 這邊有城堡 沒辦法繼續推了 那怎麼辦 那假設不列顛這邊夾到帝王呢 夾到帝王是不是這一盤 韭菜會有點危險呢 韭菜現在 有模有樣 就學對手了 也在他家裡開TC 然後這邊都掉 我覺得這一波不列顛不應該吧 我覺得不列顛這一波是很大的失誤 這個寶下了 我認為不列顛是有機會贏掉這個城堡對射的局 可是可能機遇某種太忙還是什麼的 或是 已經忙到已經沒辦法正常判斷了 所以他這邊沒有繼續升爆炸桶 有蓋BK可是沒有繼續升衝車 這是我認為 現在這個前置 爆炸 不列顛爆炸 他已經沒有辦法控制這個金了 等一下不列顛有個大缺點 劣勢就是地圖控制 不列顛他的隱憂是地圖控制沒了 這個很好 因為我如果是我這一盤的話 我會想要一直打著不列顛 我不讓他出來 等一下他就沒有黃金了 他等一下沒有支援了 因為我已經知道 我已經吃掉他家裡的金 他要吃我的金 可是我守住了 我解放我的金了 也就是說 所有地圖上的金 基本上我都8090% 他已經控制了 就控制住了 如果要繼續打這個焦灼銀罐馬爆的話 節奏會在我的成長 除非他轉這個長江兵 讓我再來出這個戰水兵 是不是這樣 是不是這樣 所以現在這個節奏 已經又有點回到韭菜這邊 現在我覺得韭菜就一直馬爆 一直馬爆 把他關在家裡打 然後這裡有好多黃金 趕快出來挖 然後後面大莊園趕快Reboon 然後這邊好多田 繼續回來開TC 呃呃呃 種田 產食物 馬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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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後就這樣把他壓死 最兇殘的 掐著他掐著他 壓著他壓著他 他衝車過來了 裡面只有一隻戰水兵 這個又是一個 虛張聲勢 虛張聲勢 裡面啥都沒 欸 現在伯烈烈點得到帝王嗎 不可能 他沒黃金了 他沒黃金了 地圖上 被你們打到沒黃金了 這邊有 可是他敢過來嗎 他敢過來嗎 他不可能過來嘛 這要怎麼打 對不對 沒有嘛 對不對 這你的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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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都韭菜你的啊 這都你的啊 打到沒黃金了 伯烈烈沒黃金了 他怎麼玩 轉加轉戳戳才對 轉弩兵也沒黃金 糟糕了 伯烈烈不確定 他現在知不知道他沒黃金 但是我覺得他 應該會很難過 為什麼很難過 他這邊沒有收穫 好可惜 這個是一個轉類點 這個城堡對戰 這個城堡對戰 居然 我看起來伯烈烈是可以贏的 可是最後好像 不知道太忙了 就是沒有解掉 什麼城堡啊 哇 回來種田了 很舒服了 波蘭 等一下又 哇 這個 沒有黃金要怎麼玩啊 烈烈 烈烈現在怎麼辦 除非實力落差 非常非常大 不然以正常實力上來說 等一下你慢慢 假設打這個韭菜 現在這邊就是慢慢打 這是馬爆 加戰錘兵 一波上去 烈烈可能就GG了 這邊要開城堡 很好啊 穩住嘛 因為現在地圖控制都在藍色了 這場怎麼感覺 這場怎麼感覺 好像這是一個70-1贊助 然後看誰比較會 挖人家的 然後誰先挖掉人家的 就贏了 哇 這邊 廠牆兵 出來 一波激情之後 不是一波 整整盤都在激情 我現在喉嚨很痛耶 你們這一盤讓我喉嚨很痛 我沒有休息過耶 你們這盤好激烈 上來就是一見面 一打開房間門 然後一見面 然後就開始 互相亂搞了 沒有休息 你們沒有休息耶這一盤 怎麼有這種局啊 哇 好那現在節奏慢下來了 現在我們看一下 普列連著怎麼辦 那普列連著怎麼辦 沒金了 加長香兵有幾隻 這長香兵 少少幾隻 看起來好像也不用站錘兵了 哇 那這裡可能要GG了 夾得住嗎 韭菜便宜的馬爆來了 而且都有科技吼 這個城堡是不是剛好有射不到嗎 喔有射到一點點邊邊 那這個TC也很危險 這個TC也很危險 現在 不列電被你趕到來這裡開TC了 這場怎麼那麼精彩 真的很精彩 不好意思這個我要 雖然我好像開了很多黃槍 但是好精彩啊 我相信 不列電如果有看RP 他看到這裡的時候 心很痛 心很痛 好精彩 離聖力好近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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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這個馬要一直吃進來了 原本守得很好的僧侶 也沒黃金了 守不住 現在 九叉已經發現 他沒有黃金了 一直 一直用馬來灌 這邊常常沒有在戳他嗎 哇不行欸 這樣子好像 當然了 如果要再穩一點的話 這邊有一個RED 然後這邊黃色有來RED 欸有看到嗎 十三村 十三村 擦肩而過 走掉了 哇 好可惜 他先而過 欸有看到嗎 然後這邊又有一個黃的 藍的在這 黃的在這 藍的又在這 你們把阿拉伯打得像油木 哇 然後這邊又趕快開TC 一二三 四五 六 六TC REBOOM 但是 沒有黃金 呃也沒有減移基 哇崩潰欸 這真的是崩潰 然後找到這邊有金了 一二三 哇好開心喔 可是不敢過來 因為這邊有馬 天啊 阿這盤什麼時候會結束 我也不知道 你這邊你看 你都霸佔著 都 藏著欸 你家裡還有偷藏錢 韭菜這裡好舒服欸 現在好舒服的 這個局勢 FEBA FEBA 聊天室 聊天室 怎麼會有人 這麼 有才阿 精進人亡 哈哈哈 欸你這個標題可以讓我用嗎 你這 哇你們也是看世紀看出一個高度來了 好猛欸 謝謝你們 謝謝你們 你們是標題鬼才阿 那要怎麼辦 不列列沒放棄 我們只好去看下去搞不好還有逆轉機會 說不定喔 會不會 會嗎 韭菜已經錢多到不行了 現在 所以他現在要抓到了 現在這邊抓到了 阿這邊怎麼辦 這邊要死了 嗯 但是現在我還是想要講一點 就是我覺得韭菜還是有點放鬆了 現在 呃 戰錘兵沒有出來 我覺得戰錘兵加這個 騎士現在不會讓他開到6TC去 應該這一波上去就結束 嗯 嗯 沒錯 沒錯 然後BK 沒有沒有BK 所以沒有沒有人在伐木嘛 三人伐木 這邊也沒有人在伐木 然後有42田 趕快衝帝王的意思 還是什麼的 這個配置也是很很很鬼阿 6木40田 16金 波蘭好像不用伐木的 我已經看傻了 我正常看傻了 欸應該很多人跟我一樣看傻 這邊要開城堡 這個城堡太無情了吧 來開在人家的修道院旁邊 等一下人家好不容易撿到一個遺跡 你又要把他射爛點 現在直接過來了 現在對手有什麼 長槍兵在這邊作陣 這一波也是挺危險的 說真的 因為沒有人在cover 想要一個偷偷來 那你要嘛就是騎士 要來 聲東及西 過來 打這裡 然後讓他的長槍兵過來做防守 沒有欸 欸不演欸 韭菜你是流氓嗎 我先問一下 你 你真實生活是流氓嗎 你你從頭到尾都用村民在歐人啊 是吧 你感覺是流氓 啊以後如果我被駭客怎麼樣了 你已經有辦法找到人嗎 保護我一下 我需要你這種強力輸出啊 啊 現在這長槍兵過來了 你會用村民歐他嗎 你會用村民歐長槍兵嗎 你還是你會拉掉 沒有拉掉欸 你直接村民幹他 那邊馬灌進來了 現在對手這個是毛兵 毛兵我是呢 已經失智了 這個失智了 這個真的不行 真的不行 達到這個時間點 已經失智了吧 7TTC 好啦這個帝王勸退了 TTC開下去了 但是這邊很多長槍兵在去嗎 沒有欸 哇 不行了 感覺不列列這裡夾不住了 這邊我好像沒有什麼好說了 沒有支援了 地圖上雖然還存很存在很多支援 但是已經 真的是金進人王 他沒有看我這個直播短播的 我標題打70-1金進人王 會不會有人覺得我這一台怪怪的啊 就是這什麼鬼標題 看不懂 太深了太深了 戰錘兵出來了 戰錘兵出來了 哇 戰錘兵早早出來可能更快結束了 然後現在就是一個 已經是虐菜 後面已經在收盤了 打烊了 還有50秒 對手好厲害 他沒有放棄 這個拼戰 我先說這個拼戰精神真的是 Respect Respect GG MU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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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UĂ